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个代码实现 代码如何实现 数组高级选择排序的代码实现 然后呢我们也是在这里面去做 在这里面做的话我也单独做一个方法 它叫做选择排序 选择排序 首先第一个返回值类型 返回值类型 我们操作的是不是原数组啊 所以返回值类型应该是void 那么第二个呢 参数列表 参数列表 那么参数列表的话 我们直接操作的是数组 所以是int中括号 ar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啊 public sttc vc 然后void 然后我们就来一个select select 选择排序嘛对不对 然后int中括号 然后这里怎么写啊 我们说是不是也是 foid参数循环解决的啊 然后把这段代码呢 这段文字呢 咱们拷贝过来 然后一会儿咱们根据它找规律 好那现在咱们先把foid参数循环写出来 foid 然后再来一个foid 首先来看外层循环 决定的是你有几大次就在 动词大次是吧 有几大次 然后呢 我们一共四 一共五个数 是不是四次搞定了 所以在这里面干嘛 来点一个 五个 只需要比较 只需要比较 a2.learns learns 点一次 然后再来看里边 里边我们要做的是 a2.0分别与a2.1到4去比较 那么前面这个数 它从外面一进来就不变 一直都是a2.0 然后后面这个数呢 它从1变化到4 看明白了吗 前面这数是0 后面这数呢 从1变化到4 那么大家想一想 我们在这里面做比较的时候 如果 然后呢 谁应该是前面的这个数的 所以呢 a2.0从外面进来 一直不变 是不是应该是i i从外面进来 是不是一直不变 然后呢 里面z是从1变化到4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比较的 应该是 如果a2.i 要是大于了 a2.k 但是呢 这还有点问题 有什么问题呢 你看 k等于0 那么上来 我先要a2.i a2.0跟 a2.0去做比较 你看 外面是不是0啊 里面是不是也是0 那跟这个0做比较 有没有什么意义啊 自身跟自身去比较 说没有什么意义啊 所以我上来希望呢 是先是跟1做比较 这能理解吧 也说 它来之后呢 就是a2.0 再跟a2.1做比较 然后j加加 的时候就变成2了 然后j再加加 的时候变成3了呀 然后j再加加 的时候变成4了呀 所以呢 它就是在 0再跟1到4去比较 但是呢 我们 这是第一次循环 然后呢 我们再来 第二次循环 i加加 i变成1了 i变成1过来之后 是不是又跟1 再做比较啊 那这样的话 又是自身跟自身做比较 是不是没意义啊 所以你发现 第一次 它是a1 那它就是a2.0 对吧 第二次 它是a2.2 它就是a1 第三次 它是a3 它就是a2 第四次 它是a4 它就是a3 那么后面这个数 始终比前面这个数 是多1的 前面这个数呢 每一次呢 都是固定的 所以前面数 是不是就是i 而后面这个数 应该取决于谁 是不是取决于i的值 j应该等于的是 i 加1 对不对 这能理解吗 你看 第一次进来 i是0 j是不是就变成了1 然后从1开始变化 一直变化到4 然后第二次进来 i是1 那这1加1 j是不是就从2开始了 2变化到4 对不对 那么第三次进来 i是2 那它是从3变化到4吧 那这里面就是 i加1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面我们再记写 inter temp 等于 ar i 然后呢 a2 i 就等了 a2 k 然后呢 a2 k 就等了 temp 好了 那这就是 flag salt 选择排序 我们来看选择排序 行不行 好把上面注释掉 select salt sl select salt 我们把这个bubble salt 已经注释掉了 现在我们用选择排序 排序之后打印一下 来运行 大家看 1324576980 是不是也可以的 但是 我们来看这个代码啊 还有优化的地方 需要优化的地方 你看 这一行 这三行代码 和下面 这三行代码 其实本质上 它们是怎么样 是不是重复的 那如果 在一个类中 有这样重复代码 我们一般会把它干嘛 是不是抽取成一个方法 然后在这里面 调用方法就可以了 好 那怎么去抽取方法呢 大家来看 这里面 变化的都谁 是不是j 和j加1 这是不是两个变量 我们要把 两个索引位置的值 进行交换 有个人说 还有temp 这个temp的话 我们是可以自己定义的 而j和j加1 是不是属于 当作参数传进来的 我们要交换的是什么 是不是两个索引 那么要交换两个索引 那我们就给两个参数吗 大家想一想 还有个问题要注意 你要交换谁的索引 你要交换数组 是不是应该传数组的 你应该把这个数组也 告诉给人家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再写个方法 这个方法叫做什么呢 它叫做换位操作 换位操作 换位操作 首先第一 返回之类型 返回之类型 我们操作的还是原数组 所以返回之类型 是void 第二 参数列表 参数 参数列表 int中括号 是不是操作的数组 还有什么 我们操作的数组和数组中的 索引 inti intj 这能力交 因为我们要把两个位置上的元素 进行交换 所以才用到了这几行代码 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写这个代码 public 然后返回这类型是void 然后来一个叫swap 交换 然后int中括号 arr 那么inti 那么intj 那这个代码怎么写 这个代码我们就可以写上int temp 就等于了 ar i 然后 ar i 就等于了 ar ar 然后呢 ar j ar j 就等于什么 等于temp 你有了这个方法之后啊 你就可以把这个怎么样了 是不是干掉 干掉 直接对方法经营调用就可以了 拿一个swap 然后这里面传什么 是不是传ar ar ar是不是就把数组告诉给它 然后再传 i和c 你想交换的是哪两个所以 那你就把哪两个所以的位置给翻过来就行了 然后再来看上面 这个 我把它也注视掉 然后也是调用这个方法 sw swap 然后来一个 arr 然后来一个c 然后来一个j 加1 我们要交换的是 j和j加1 所以就把j和j加1传进来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那现在 咱们来运行一下 运行 是不是跟刚才的结果是一样的 这个是调用的slag sort 我们把它注视掉 来bubble sort看一下 运行 是不是跟刚才结果也是一样的 那么还有 如果你这个方法只对我们本类进行提供使用 那就不需要定义成公共的 这话听懂什么意思吗 就我这个方法现在是不是只对我这个类提供使用 就是对我这个slag sort和bubble sort提供使用 那么其他类呢 我可能不让你去使用 不让你使用干嘛呢 我就可以把它自由 偏爱未提 如果某个方法 某个方法 只针对 只针对 本类使用 不想让 不想让其他类使用 就可以 就可以定义 成私有的 那本类可以直接访问 但是其他类想去访问我这个swipe 是访问不了的 这就是咱们的这个选择排序 冒泡排序 选择排序我们都学了 那么在开发中用不用呢 开发中还真不用它来 因为一会儿我们马上就要讲arrays了 里面专门有一个排序的功能 那它一般人在什么时候用呢 在面试的时候 让你去手写一个冒泡排序 或者手写一个选择排序 不是在电脑敲的 手写的 好 那么这支点呢 咱们在这保存一下 咱们在里面的 stolen Complete